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星座老师唐葫芦 说起星座不糊涂 欢迎收看本周的闲政美式座 迪卡聊星座 跟各位朋友分享 本周最受关注的星座 首先是处女座 一直以来有许多处女座的朋友 跟老师抱怨说 他们在感情方面 总是有许多不具名的悲伤 平常那些为他撑腰的朋友 也都秒无音讯 老师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这些事情啊习惯就好 你要知道爱不单行 但总会有恋爱达人为你一支独秀 最后只要有我在 哪里都是爱的主场秀 诶 你这个爱情的烂东西 对不起 试字座的朋友 在尺场上你们最近常有 飞来狠祸之灾哦 但很会利用时间的你 一定懂得在凌晨发文 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且你最近的桃花 总是开的满满满 记得你只要开口的问 I wanna know 你行不行 一定会获得很多肯定的答案 最后如果你想要转换植埃跑道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哦 要记住 别欢迎你自己的本领 祝大家都可以做好时间管理 要珍惜自己的感情哦 拜拜 如果你想要转换植埃跑道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哦 要记住 别欢迎你自己的本领 干你打我 三观 Amani 就是 dessert 次回 없습니다 诶 永�눈 cabeça 天安 咱们 是 现在 我们 这个 我们 我们 中 嚇到